各位朋友大家好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李克强都是笼罩在习近平的阴影之下 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 设立了几十个所谓中央领导小组 亲自担任小组长 就把李克强总理大权几乎给掏空了 让李克强完全就笼罩在习近平的阴影之下 以至于很多人都忘了 中国还有这么一位总理 可是现在李克强要走出习近平的阴影了 今天5月12号 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 题目是李克强走出习近平阴影 努力修复中国经济 这篇文章说 多年来作为中国政坛二把手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一直被国家主席习近平边缘化 如今李克强正凭借自身影响力重新活跃起来 成为中国政府高层近十年未见的一股潜在制衡力量 据政府官员和接近决策层的顾问称 在中国陷入近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困境之际 李克强正在发挥作用 这些人士称 在李克强的影响下 中国政府最近放松了对民营科技公司的监管整顿 放宽了对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者的贷款限制 并在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抗议方针 令中国很多地区处于封控状态之际 采取行动帮助一些制造企业 夫产夫工 对于仔细观察北京政治的人来说 其实早就会察觉到 最近半年来 李克强的地位在上升 习近平的地位在下降 我们也做过好几个关于李生习降 就是李克强地位上升 习近平地位下降的节目 不过最近李生习降又有所加快 如果注意观察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等主流的官媒报道 都可以看出这样的趋势 更重要的是 中国大陆的网上已经开始流传 吹捧李克强的文章了 最近中国微信上热传一篇 赞美李克强的长篇报道 题目是李克强的制政方法论 大家都知道 习近平一直在吹捧他所谓的治国理政 已经出版了三卷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因此赞美李克强的人 也要跟习近平对拼一下 给李克强一个高大上的名称 叫做李克强制政方法论 这个长篇报道 透露了很多李克强的细节 这些资料只有体制内的高层人士 才能写得出来 所以这一篇来自北京官方高层的 对李克强的赞美 背景是绝不一般 我们这里就摘录几段 这一篇赞美李克强的长篇报道 先看这篇长篇报道的第一个小标题 低调务实 要立足做事 不要做秀 这段文章说 从一个最新学术的北大学生 到执掌一国的总理 几十年间 李克强一直不变的特性是低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位曾被美国新闻周刊杂志评为 亚洲政治之心的人物 保持着极为低调的作风 1983年起 离开北大的李克强 担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 部长兼全国学联秘书长 1993年成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在其任内政绩不俗 这段文章接着说 希望工程建设希望小学的构想 最初即来自李克强 1990年 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克强 带领考察主义行进入大别山深处的金载县 他为希望工程计划画出具体目标 时至今日 在中国农村每100所小学 终究有4所希望小学 为中国农村教育水平提升发挥了极大作用 希望工程活动请他出席 他一定会先问上不上电视 只有在确认不上电视之后 他才会考虑到场 这段文章继续说 2003年李克强已经主政一方出任河南省委书记 镇东新区的建设也随之上马成为李克强主政河南期间的一个大手笔 2004年面对当时河南省防治艾滋病的形势 李克强一年之内三次到重点防治地区上菜线考察 他要求进驻村子的帮扶工作组干部 一定要把工作做时做戏 要立足做事不要作秀 他下令打击非法采雪 在全省18市建立标准化采雪站 在他任上困扰河南十年的艾滋病疫情受到控制 这篇长篇报道的第二个小标题是 深入实际谁都不要通知 不用任何准备 这段文章说 1993年6、7月间 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 组织了新时期我国青年工作现状发展战略调研 李克强亲自为调研方法定调 开阔思路深入实际 从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位经济学博士的工作方法 在具体方法上要用归纳法 就是由个别到一般 从许多个别材料中概括出普遍性的结论 不仅要有定性的判断 还要有定量的分析 这段文章接着说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研 团中央各路人马回京 之后团中央书记处在京郊大兴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务须会 会上李克强又主张 大家放开说 可以各持己见 也可以各执一端 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团中央的工作状态很好 大家普遍热情高涨 这与李克强的气质有很大关系 徐永光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徐永光曾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 1989年出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与李克强在工作上有很多接触 这段文章继续说 2004年李克强调任辽宁省委书记 府一上任 李克强就冒着零下29度的严寒 到府顺的墨地沟彭沪区调研 他提醒下属 谁都不要通知 不用任何准备 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 当时人们大多把关注的目光放在四川灾区 而李克强则到了同样受灾 急重的甘肃陕西考察 从电视镜头中看 李克强走在田边满脚泥巴 在一处夸塔的院落里 几个村民正把清理出来的砖块 往一骑马 李克强走过去 弯腰捡起一块砖 往旁边的石头上一颗 砖头碎成了几块 李克强说 像这种土坯砖 以后建房再也不能用了 这篇长篇报道的第三个小标题是 言说尺度 说直来直去的说 这段文章说 在2013年的两会上 李克强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讲话过程中提到城镇化石 基层代表肖安江插话 一口气提了五条建议 在场工作人员拦都拦不住 李克强笑着说 不要干扰他发言 这是法律赋予人民代表的应有权力 这个插曲一时成为两会的热点新闻 当人们细查公开场合媒体记录就会发现 在言说的尺度上 这位高层官员表现出极为开明的态度 这段文章接着说 上一次李克强的发言被打断 同样也是在全国两会上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参加云南代表团讨论 讨论接近结束时 时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的罗聪敏 打断李克强的发言 他说不行不行 我还有两句话要说呢 我们现在还有1000多万平方米的一级围房 100多万孩子在这里面住 请李副总理关注一下 不要多每年安排10亿资金 搞校舍安全工程建设 让我们孩子在安全的环境里学习 据罗聪敏后来回忆 散会后他在电梯口被李克强喊住 李克强告诉他 我记住了1000万平方米10亿元 事后云南省教育厅果然获得了7亿元修整学校围房 这段文章继续说 除了在给人话语权上表现出特别的气量之外 李克强自己的说话方式也往往一针见血 2007年两会期间 李克强在辽宁代表团对节能减排数据的一段发言 出乎在场媒体记者意料 李克强说 我认为要实事求是的看这个统计是否准确 统计口径上是否有偏差 或者说我们在污染监控方面是否保持了持续不间断 我们还不能做这个最后的判断 尽管李克强面带微笑 但他的几个连续的问题依然令现场气氛有些变化 这篇长篇报道的第四个小标题是 直面问题用改革和发展的方法解决前进中的困难 这段文章说 2008年5月12号 李克强上任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 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汶川地震发生了 大部分人并没有留意时任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 副总指挥李克强的作为 当时他做的更多的是幕后的工作 正后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 他驱车前往重灾区视察 也前往医院看望普通商者 不过根据新华社公开报道分析 他主要在保障救灾顺利进行的物资调配上 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这段文章继续说 彼时国际上对中国物资援助十分迅速 一个月内既有40多亿的现金和物资抵达中国 当年的6月底 中国外交部在北京钓鱼台国民馆 举行了一次抗争救灾答谢招待会 中国政府方面代表正是李克强 他对在场的170多位外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 驻华机构代表表达了感谢 一位驻华基金会负责人对记者回忆说 李克强在现场的发言真挚得体 令许多人动容 李克强在答谢致辞中说 我们坚持用改革和发展的方法解决前进中的困难 我们看这篇个长天赞美李克强的文章 他用的资料基本上都是李克强担任副总理期间的资料 在李克强担任总理之后 他基本上被习近平架空失去的失权 所以可以说的事情也就不那么多了 而且最近这些年李克强做的事情又往往和习近平相抵触 如果说赞美李克强最近做的事情 那就要涉嫌有可能要批评习近平了 所以这一篇赞美李克强的文章 他是很巧妙的就避开了李克强担任总理以后的事迹 他就用李克强担任副总理时间的这些事迹来赞美李克强 就可以避开对习近平的批评 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是非常耐人寻味 这段话这样说 掌舵一艘十几亿人口的大船 对任何一个人而言都意味着巨大的荣耀和压力 如今他已经站上政治舞台的大幕之前 人们对他的政治之道心里也欲怀期待 多年后的一天 当他完成他的使命和他的前任一样 站在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时 他又会给出怎样的答卷 首先这里说掌舵十几亿人口的大船 这里说的掌舵人是指的是李克强 按照中国的政治语言 只有国家领导人第一把手才有资格称舵手 你才能掌舵国家的大船 李克强作为第二把手 当然你是不能称之为掌舵人的 这篇文章把李克强称为掌舵人 那就是暗示李克强要在今年的秋天中共二十大上接班 要成为中共总书记成为掌舵人 这篇文章又说 李克强已经站在政治舞台的大幕之前 人们对他心怀期待 这也是更明显的暗示 李克强要在秋天的中共二十大上接班 所以说李克强已经站在了政治舞台的大幕之前了 他就快要接班了 更说人们对他心怀期待 那就是说如果是你要李克强在中共二十大退休的话 要退出政治舞台了 那人们对他还期待什么呢 所以这个时候人们对李克强心怀期待 那当然就是暗示李克强将成为新的中共领导人 这篇文章最后说多年后的一天 当他完成他的使命 他又会给出怎样的答卷 大家都知道李克强的总理任期到明年就结束 还有不到一年的任期 所以也谈不上多年后的一篇 那么在中国的中文的这个说法 多年后这个说法当然就是指一年以上 那么如果说李克强在秋天的二十大上 升任中共总书记的话 那李克强的任期将有五年 如果是这样就可以说多年后的一天了 所以这篇文章最后其实就是暗示说 而在五年后啊 李克强担任中共总书记的任期结束后 李克强就要完成他的使命 他会给出怎样一个答卷 这也就是展望李克强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 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虽然说这些话都是用暗示的语言说的 细心的读者就不难从中体会出这个文章里面的含义 这里用相当长的篇幅摘录了这一篇赞美李克强的长文 也是想和大家分享几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这篇文章是体制内高层人物写的 一般的人不可能掌握这么多详细的资料 第二件事这篇文章在赞美李克强的同时 又小心的不要激怒习近平 显然是一个高手的作为啊 他分寸拿捏得非常好 第三件事呢 这篇文章强烈暗示 李克强将在秋天的中共二十大接班成为下一任的中共总书记 总而言之 现在李克强的地位上升已经是成为人们的共识 看来呢李克强名字中克强两个字啊 说不定还真的会应验呢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